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 在八字里面 相关客观的女性 相关客观的女性 我们都一听到相关客观的女性 在婚姻上就会 第一个浮现的就是 相关客观的女性婚姻会不顺 那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够解决这一些问题呢 这个频道是专门的介绍 面理相关知识的一个频道 假如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你帮我按赞 关注 提供分享 这一些动作对于我的创作 都应会是一种鼓励 我们回到正题 相关见官的女生 一定在婚姻上不好吗 各位不见得 不见得 我碰过非常非常多 相关见官的女生 可是她在婚姻上非常非常的好 相关见官的女生 来讲 为什么在古代都会说 她们是不好的 可是为什么现代 她们却不见得是这样 其实就是因为时空背景的一个不一样 在古代 古代的一个社会是一个男人的一个社会 男性社会 所以一切都是以男人为主 女生是没有地位的 甚至在古代的时候 女生 没有在算八字的 在古书里面就有两个一模一样的 女生的八字 结果竟然言论是怎么评论 看她嫁的老公 就对了 也就是说女生不算八字 可是在这一种时空背景之下 现在的女生已经独立了 所以相关见官 他不再是把官嗑掉 就是代表她的婚姻不好 他会有几种的情况 相关见官 第一个 他可以管男人 他可以管男人 也就是说以现在的一个社会来讲 男生不再像古代一样 熊啾啾气昂昂 一切我讲了算 现在的男生也有个性上很柔的 所以 他们相关客观的女生 他一样 他可以 第一个他叫管男人 你要不要解 他可以去管男人 所以 当他可以管男人的时候 这个男人的个性就会 重点 要好 因为现在的男人不见得 每个都是很有男性熊风的 也有很凉凉腔的 个性很柔的 这一种的男生 所以相关见官的女生 他的对象 个性 就必须要柔一点 好一点 不要跟一般的男人一样 就是很容易的大小生的 在这一种情况下 当然对他就会是一种不好 所以他第一个 选择的男性个性要好一点 第二个 我们会知道相关见官 他需要 用什么来画 他要用印 所以印代表是什么 长辈 所以他的可以选择年纪比他年长 10岁左右的 10岁左右的这种男人 这样子10岁左右的男人 他就会怎样 官身印 让他的官会起来 就是表示说 你这一种的会比较容忍他 他会比较容忍他 所以他比较容忍他的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的婚姻一样也会有这一种好的一种发展 但是我们会知道他会出现什么 应克思杀 所以像这一种老少配的一个情况 通常男生就比较会去碎碎念女生 有的时候不要再念我了 虽然你对我很好 但是老是在念我 烦都烦死 会有这种特质 会有这种特质 所以 这两个都是伤官见官的女生 他是可以去选择的 当然你也可以去看对方的八字是属于印 印比较重 五行流通到印这一块 也就是说 他比较会比较容忍的 这一种的情况也是可以 这时候又突然忠厚老实 印就是代表 比较忠厚老实一点 所以印旺的男生 印旺的男生也可以 所以第二个叫做年纪大的 或者是印旺 这一种也可以 他这一个是个性柔的 第三种都是我会跟现在的女生来讲 因为这两种他不见得碰不到 他不见得碰不到 而且他也不见得喜欢 女生总是希望他的另外一半 有男子气派可以保护他 这时候怎么办 我一般都会第三种建议 就叫他们去赚钱 为什么要去赚钱 因为 各位 食伤 客观 是不是用财可以来通 食伤生财 还生官 所以 他们来讲 就要学会去赚钱 但是你跟他讲说 你要学会赚钱 你要学会存钱 可是他们的收入会马上三级掉吗 不会 所以 要赚钱之前 先学会存钱 先学会存钱 一个月薪水的多少 一两千 存起来 就这样子持续 为什么要叫他们存钱 因为他们没有财的这一种特质 所以他们都很直觉的反应 所以 各位 我叫他存钱 就是让他的财的特质出现 另外一个财的特质没有 表示他们都是直觉反应 他们 EQ的控管会比较差 EQ的控管 他们欠缺的是财 所以 要学会EQ 情绪控管 所以 这一边第三种就是 要会 存钱跟钱相关的 第二个 情绪的控管 EQ 这些都是对这一些伤官 见官的女生来讲很重要的点 他们假如可以在他们的生活中 找到的男人是个性的 这个就很好的 因为对方可以听他的话 假如是第二种的 他要听 他会比较听对方的话 不是男生听他的话 是这个女生会比较听对方的话 第三种 来讲的话 会让他的一个感情 两个人比较平起平坐的 这一种的现象 所以各位 我们就要了解说 其实 上官见官的女生不见得他的婚姻 会很糟糕 只要他能够 了解了他的一个优点跟缺点之后 他去补足他的缺点的这一种的特质 其实他也不一样 会有很好的一个婚姻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